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文学的呈现 然后呢 还有音乐 对 还有各种身段的走位 我觉得歌仔戏是很多的艺术名剧而来的 歌剧队平时的排练 都是由具有较多经验的队员负责指导 有人负责纠正发音 有人负责调整身段 借由相互学习的方式提升演出的品质 同时增进自己的歌仔戏技巧 除了自我记忆的提升 勒林歌剧队也会到处进行公益表演与教学 并且定期到记忆班教导年长者 不仅推广歌仔戏文化 同时也能回馈社会 即便现在的勒林歌剧队已逐渐打开知名度 但他们的初衷不曾动摇 只希望能好好保留传统的歌仔戏文化 并给予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更多陪伴 为了增进雇主和移工之间的相互了解 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 特别举办了社区家庭日的活动 让移工和雇主可以共同参与 放松身心也增进彼此了解 照顾工作是一个容易疲惫 且常让照顾者忽略自我照顾的情境 如何帮助照顾者在照顾历程中 懂得自我察觉及关心自身生病状况 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现场请到了主厨大轮师 指导聘雇移工家庭 共同设计与烹调料理 以移工的家乡口味为主题 制作了具有南洋风味的美食 让移工与雇主在学习烹饪料理的过程中 彼此搭配以及培养默契 很棒 因为师傅也很会开玩笑 讲点笑料 然后今天的做菜的这个方式比较简单上手 所以对我的外劳来讲 他回去可以帮忙做 另外还邀请到专业瑜伽讲师 钟依林老师 让移工及雇主一起透过瑜伽伸展动作 放松疲劳的身体 以沉淀心灵并聆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刚就是很好啊 很好玩 然后也有放松一下 活动现场也特别安排 被照顾者喘息服务 由照顾服务员带领被照顾者 进行趣味活动 让聘雇于工家庭能够安心的 将被照顾者一起带到现场参与活动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